国民党今天在中常会中通过 以征召的方式来提名总统的候选人 但是征召的办法跟时间表并没有通过 只是通过了立委的提名时间 分成三个阶段 包括4月22号 5月20号 以及6月18号 最近有很多的民调 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 以及侯友宜的总统支持度都大幅度的下滑 远远落后了民进党跟赖秦德 所以此时此刻 朱主席迅速的出手 定调以征召的方式来提名总统候选人 可以让非常焦虑的蓝军 大家心情放下来 但是也会有一些后遗症 第一个就是郭台铭先生 朱主席是否有跟他做过充分的沟通 他可以接受这种征召的方案吗 郭台铭在今年2月的时候说 他在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 等到的是一个为主要候选人排除选举障碍的征召方案 那这个主要的候选人显然不是郭台铭 因为在民调上主要的候选人当然是侯友宜 郭台铭跟其他的候选人都叫次要的候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郭台铭未来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他会成为国民党的同志 国民党的友军 或者是会变成其他的立场 我觉得朱主席事前是否跟郭台铭先生 有过充分的沟通 取得他的谅解跟接受 这个部分我们非常的关心 还有张亚中跟赵少康 他们的沟通以及他们的接受 是否朱主席也同步进行了呢 否则的话 这几位不是所谓的主要候选人 把他定位成次要候选人 他们的反弹恐怕也是会让国民党吃不消的